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一记得道 教法的多和少 你教的好坏 而是要你让众生呢 能够思维其义 就是要去想 他的意思 所以真正好的老师 是跟你们启发你们 要思维其义 绝造自新 你要自己要感觉的呀 你没有感觉 你怎么照亮自己 你怎么有自己心 所以要慢慢的 经常有智慧 你才能转世成绩 你把自己的意识 转为一种智慧 你才能利益众生 当年佛陀 在舍卫国讲经说法的时候 有一个年长的比丘 比丘就叫和尚 名叫班特 因秉性愚钝 就是人比较傻 所以慈悲的佛陀呢 他就请门下五百位 以正德罗汉果位的弟子 轮流教导他 但是三年下来 他连一首祭祀 也记不起来 记性不好 渐渐的 班特比丘啊 愚笨的消息啊 传遍了全国 被大家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 佛陀知道后呢 佛陀特别慈悲啊 心生慈敏 这是非常可怜的 就对班特比丘说 今天我亲自教导你一首祭祀 你当牢记心底 时时的专心送持 作为你用功的法门 这首祭祀就是 守口舍一生莫犯 如是行者得度是 守口 守住你们的口 不要去乱讲话 舍就是都舍六根的舍 就是管住你的意念 身体不要去犯 这些不好的东西 如是行者 这样的修行人 才能得到 度是 就是才能得到 超度 超越 这个世人 凡人 那么班特比丘呢 听了之后呢 心领神会 没想到啊 他什么都记不住 佛陀这一句祭祀啊 他记住了 欢喜的宋词 这三年来 他唯一能够记住的这个祭祀 世尊呢 又尊尊教导的 告诫他说 你年纪这么大了 才记得这首一般人 早已耳熟能详的记子 实在不足为奇啊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他的含义 才能用得上功啊 就佛陀就告诉他了 你要理解他 你不是单单念啊 你就经历念 没用了 你要知道他什么意思 于是佛陀呢 专门为班特比丘呢 开示记子的意义 这个意思 说明了 生口意啊 最常造作的故事 所以佛陀就是告诉他 你要记住啊 生口意啊 最容易造念啊 而且叮嘱他 要实时的保持决心 做坏事的时候 心里有个感觉的 哎呦 我不能做 这个事情做出来 可能是不好的 叫决心 关照心念的生命 也就是说 你心里有一个坏念头 你也要知道 心里生起个好念头 你也要知道 心念的生命 生出来了 哎呦 不行 我杂念来了 哎呦 不好 心定不下来了 哎呀 我怎么会乱想的 赶快赶快 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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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关照 听得懂吗 关照自己 众生于三界内 流转生死 不管是生天享福 或生陷地狱 或物道解脱 皆由心念所生 所以一个人上天一念 入地狱一念 你今天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就是这样 如果你能清净 身口一三叶 如果你今天身体 嘴巴意念都能够干净 你自然能证得 涅槃解脱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学佛讲到后来了 还是身口一三叶 要清净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说你嘴巴骂人的人 能学好佛吗 你说你意念不干净的人 能学好佛吗 你说你动作经常出炉的人 能学好佛吗 就这样 接着佛陀又说了 无量妙法 班特比丘听了之后 心开意解 当下正得罗汉圣位 当时城中有一个经舍 住着五百位比丘尼 比丘尼就是尼姑啊 佛陀为了教化他们 每天都安排一位弟子 前去讲经说法 有一天比丘尼们 听说各一天 要来为他们说法的 是班特比丘 一听啊 都觉得非常好笑 佛陀怎么派他来了 他这个机心脑子不行的 于是他们想出个办法 要来捉弄他 故意将他唯一会念的 记子倒着念 让他感到惭愧 而不敢说法 各一天呢 班特比丘来到经舍 五百位比丘尼 虽然仍然像以前一样 出来迎接比丘 但是在鼎礼问训的时候 相似窃笑 其实相似的窃喜 大家在笑 等着看啊 这个班特比丘的 出丑的洋相 应供完毕 就是应供完毕之后 班特比丘呢 一上法座 他首先惭愧地说 各位 比丘尼 我自己的知智啊 非常的愚钝 我的博德才练 所学不多 我的道德比较薄 才呢 比较不好练了 所学不多 我只能粗解一首 记子的含义 我只能解释 一首记子的含义 今天呢 就为大家呢 讲解这首记子 他就开始讲了 五百个比丘尼 在下面听了 有些年轻的比丘尼呢 正想开口捉弄他 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声音发不出来了 讲不出话了 才惊恐地发现 自己冒犯了圣者 于是立刻忏悔 礼拜 忏过 他们马上在心里 哎呀 对不起啊 对不起 班特比丘呢 依照佛陀所说的道理 实际上佛陀跟他讲了 这首记语了 讲的多好啊 依照他们开解 五百位比丘尼亚 色心聆听 班特比丘的开示后 满心欢喜 当下即正得罗汉果位 又正得罗汉果位 实际上就是 听过他这首记语之后 他的境界就上到 罗汉的果位 大家听懂了吗 有一天 波斯弥王 就是皇上 请佛陀和众生 至皇宫 应供 应供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叫 布施啊 供养啊 佛陀呢 见调伏大众 慢心的时机已到 佛陀呢 想 哎呀 我现在 今天的这个机会来了 可以调伏大众呢 不要有傲慢心 慢心就傲慢心 机会来了 成熟了 于是特别呢 他就将那个波啊 就是佛陀 一波的波啊 他就交给了 班特比丘啊 让他呢 紧随自己的身后 跟着佛陀 跟着佛陀后面 到了皇宫门口呢 因为班特比丘啊 他很谦卑嘛 他离佛陀比较远 立刻一个剑步上前 就竹然说 身为一位法师 你连一首剑子都背不出来 你还好意思进去皇宫 接受接受国王的供养吗 连我这个熟人都能随口说出几首剑子 而你是法师 竟然这么没有智慧 供养你也不会有什么功德的 你走吧 于是把这个波特比丘啊 独自留在门外 进不去 佛陀呢 在皇宫大殿当中呢 露座 敬手后 就是洗干净手 波特比丘呢 突然想到 哎呀 我在门口 那佛陀的波还在自己手上呢 心念一动 他手臂一伸啊 便以神通力啊 直接啊 将一个波啊 送到了佛陀的面前了 在场所有的人 只见虚空当中啊 突然之间出现一个手了 而不见任何身影 惊恐万状的问佛陀 而佛陀这是何人的手臂啊 佛陀就说了 哦 是波特比丘的手臂啊 他最近已成道正果 因今日入宫 被守卫挡在门外 所以才以神通 为我送波来 波斯密王马上就问佛 啊 佛陀听说 波特比丘一向知责 啊 愚钝 是什么因缘 使他才听闻 一手祭祀就能得到了呢 佛陀开示 与会四众弟子 四众弟子 其实讲简单的就是 比丘 比丘尼 还就是居士 男居士 女居士 佛陀开示与四众弟子 就说了 成道的因缘 不在所学的教理多寡 而是在受用行持上 班特比丘啊 虽然只懂得一手祭祀 但是他一心前进受持 自然能够心灵神会 当下 身口一三叶清静 如雨后天骑 反观世人学佛 虽强记多闻 却不能实时观照思维 在行住坐卧中 精进落实 只不过将佛法当成了 世间的知识来学习 所以无法受用 就是佛陀告诉你们了 你们学佛了 不是你学的多少的问题 哎呀 这个理论很好 那个理论很好 你用啊 学佛要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啊 所以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六波罗蜜 本身就是六种修行 能够超脱六道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说一首剂子了 你好好的理解它 你好好的念 你一定能成功 你就是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你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主要是看你的心成不成 而不是说你能不能理解多少 哎呦 很有知识 佛法知识 那没有用的 对不对啊 你要观照思维在行住坐卧当中 不能把它当成一种知识来学习 而是一种智慧呀 要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于是佛陀为大众说了一首寄语 虽识千章 你虽然朗诵 朗读啊朗诵啊 就是或者读了千篇的这种文章啊 这种佛法呀 但是句意不正 你如果连句子的意义都不懂啊 不正啊 你不如一药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如一般人啊 文科灭恶 你听闻佛法之后 你要灭掉恶的东西啊 虽诵千言 不亦何亦 你虽然朗读念诵一千句的佛缘佛语 不亦何亦 你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 不如一意 文心可度 你还不如啊 一个意义 懂得这里边的意思 文心可度 闻到了 这个佛法了 去行了 你就可以度化自己 不如一药的意思 就是摘药 提药 你句意不正 不如你懂得一句 一个提药 你闻了佛法 可以灭掉你自己的恶 这是佛陀讲的 虽读诵经啊 你虽然读诵了很多的经啊 你不解何意啊 你不知道里边是什么道理啊 你还有时候不如解一法句啊 就是还不如你解释一句法句啊 心可得道啊 那这倒是反而可以得道了啦 所以经文不再多呀 你这个经也会念 那个经也会念 没用的呀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过的 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 经文不再多 你什么都念 你还不如好好的 理解哪一句句子 哪一首经文 好好地去解释 去理解他 一句句子 然后你可以得到 佛陀说完寄语之后 在场的三百位比丘 心开意见 当下正得阿罗汉国 其实这个当下正得阿罗汉国 就是当下明白了 佛法深奥的意义 而国王大臣夫人 太子们 莫不欢喜奉行 大家 哎呀 佛陀讲得太好了 大家都开心 所以学博人 要拥有正确的 知见观念 你自己到底知道的什么 这些观念 就是观看这个世间 这个念 这个念头 这个概念 你是开启智慧和幸福的钥匙 所以 通过故事 让你们知道 其实就是要活学活用 你学习是为了使用啊 你学习不是为了库存啊 你今天学习什么 都是要把它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你六波罗蜜就是六种最好的 能够超出六道的 进入四圣道的一个最好的法门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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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